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R-511这款测源机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面板上有一个显示屏 显示屏会显示出来测量出的发射机的频率和亚颜频值 顶部白色的地方是LED指示灯 当测量出来亚颜频时LED指示灯显示为红灯 当没有亚颜频时LED指示灯不亮 这个地方是天线可以拉伸和收缩 天线拉伸的长度与测边机和频率发射机之间的测量距离成正比 当我们需要长距离测量时 我们需要把天线往前拉伸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和要求 来对天线进行先样的拉伸和收缩 然后侧边有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长按的话可以开机 开机之后如果再长按的话可以关机 在开机状态下 我们短按此按键可以出手化 下边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先把测评机 测评机电源打开 然后长按此按键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右下角会显示为EK EK的话它是这款测评器的其中一个测量模式 但在EK这个模式下 测量出来的频率只会显示到小数点以后三位数 然后我们拿一台对讲机进行实际操作一下 而这款对讲机我们会看到 我们所使用的频率是155.375 然后在这个频率下没有氧音频 我们来实际操量一下 测量的时候 频率发射机的天线要斜对着 要对着测评机的 这个时候我们按照PT进行发射信号 然后测评机就可以测量出来 它的频率和氧音频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测评机测量它的频率是155.375 然后是在这个频率下没有氧音频 我们可以精细地看到 当测评机测量出来 频率和氧音频值的时候 它会保持在这个界面 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测量另外一块频率 或者另外一个频率的话 我们需要对测评机进行出手画 当测评机处于待机状态下 如果大约30秒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关机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长按 再重新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对讲机 设置一下 把它设置为有氧音频 然后我们再进行发射信号 我们会看到测量出来的频率和氧音频的值 频率是刚才我们所发射的那个频率 氧音频的值是我们刚才所设的氧音频的值 然后顶部这个LED指示灯显示为红灯 然后我们再把测评设计 然后我们再把测评计关机 关机之后我们再重新打开 然后一直按着等这个模式 它跳到另一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再松开 0.1K 当显示为0.1K的时候 然后我们按着测键的手松开 这个时候它测评计就会处于0.1K 这个测量模式 0.1K 当在0.1K模式下 频率 我们测量说的频率值 可以显示到小数点以后四位数 然后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我们会看到 测量出来频率 155.3752 它更加的精确 然后这个氧音频的值 它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氧音频的值 然后顶部LED指示灯显示为红灯 就表示有氧音频 实际操作 它就这样子 银行的 继续 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